谈谈宏观数据 上星期五内地公布了GDP增长 第二季的增长按年是0.4% 市场预期增长1.2% 所以看到数据 预期也有很大的落差 第一季的增长是4.8% 大家就知道 第二季有一个比较多的大城市 有一个封城的情况 所以会有一个比较慢的增速 看看上半年GDP增幅是2.5% 全年目标其实是5.5% 你觉得全年来说 还有没有机会达标呢 还有看到第二季的数据 真的有这么大的放缓 有没有得再憧憬 再有更加激进的政策出台 GDP能否达标 还有股市参与都上去 关联性有的 但老实说不会太直接 个别行业有 如果未来全球经济衰退 可能全球美国的GDP是负数 中国不达标 有什么所谓的 有4%左右 都会赢你很多 只要做到这件事 就可以引证投资市场的言论上 中港两地股市的投资价值相对比较高 但投资价值是高的 市场是否因为GDP都失去预期 还可以继续长升长有 这就是两件事 甚至五月份开始港股也好 内地股市也很炒上去 原因就是市场对一排列的政策冲击 所以短线 如果消化GDP数据 你想的一件事就是 未来会不会内地 因为看到GDP放慢得多 从而有一些更加积极 乐观的政策出来赴持不同的行业 有的 但未必会那么短暂性出来 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 大家都知道 第二季GDP做得不好 因为疫情 现在就解封了 一系列的消费政策已经出过来了 所以按道理就是第三季 或者你看到近期六月份 七月份的经济数据上面 应该会有个慢慢好转的状况在 所以我觉得短线来说 A股内地股市或者港股 现在比较关注些什么呢 回到我们一会讨论的题目 有些难未留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可大可小 如果在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上 骨牌息下跌的情况下 那GDP不用想了 即是今年就算达到标 明年出市 股票永远发映未来 所以意义不大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 内地的GDP的数据上面 整体的参考性 就不是真的这么大 因为最主要原因是市场都预了 环球股市 环球经济状况 内地的这些已经稳很多 因为有些比较好的 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些是欧美市场上做不到的 因为现在面对了很多通胀 滞脏的风险在这里 内地都说有信心 保持到3%的CPI水平 这个我都相信做到 但是不代表短线不会回调 主要问题就是五月份 五月份以来升了很多上来 现在中港两地股市 面对着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市场过分亢奋 在过去两个月 大家觉得环境实在太过乐观 假设就是有一个东升西降的状况 就是A股 港股会升到嘣嘣嘣嘣 外围会塌得很厉害 这个状况我觉得不会出现 所以相反短线 跟跌的机会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大 甚至如果你看到超短线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个状况 说超短线是什么 一个星期至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可能在欧美股市上 就是说市场害怕 做个技术反弹 而相反地就是说内地股市 港股就因为那些烂美楼问题等等 困扰着 短线出现一个条件 反而可能会跑输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短线方面 港股也好 或者内地股市上 我看法会比较深深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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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